为您播放的是老梁观世界 这是按照级别来的 最小是A级 然后2A 3A 4A 5A 5A是最高的 那它是怎么评出来的 如果我们把它评出来的过程 给大家展示一下 你就知道这个评价体系 会带来哪些问题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 这个A级风景区是怎么评的 中国的旅游景区质量等计划分为5级 从高到低 依次为5A 4A 3A 2A Ai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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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Industry Bl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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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Bloom hhhh Bloom Bloom 环境质量和服务质量 当然这个本来的好处是什么呢 呼吁各个景区要以人为本 要对游客进行服务 可是这个却被人钻了空子了 因为这个服务质量和环境质量 大多数跟经济指标相关 就是你如果投入不够的话 你达不到这个指标 所以有的地方景区就钻这空子了 你像我们看到东南 包括东北沿海地区 发达地区 它有钱 这个地方不太优美的自然景观 甚至就是人造景观 往往被平成五位级景区的数量 远远高于风景秀丽的西北和西南 这是为什么这地方有钱 比方我要平五位景区 我一次性投入 我花上亿 我把亭台楼阁建的漂亮点 硬件搭标了 剩有事我就收钱 把先机投入快点捞回来 把失去的青春夺回来 所以这个指标本来出发点是好的 却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 跟经济指标相关 我一次性投入 剩下服务我就不管了 所以这一点来讲呢 是现在我们平风景区的一个很大的弊端 而且这个风景区一旦平上来 虽然国家旅游区解释 说不行我们就让它摘牌 退出 其实这么些年来 除非是有特别重大的安全事故出现 很少有说五位级风景区 说四位级风景区 进里头让它退出来 把它摘了 太少了 为什么呢 因为到四位五位这个水平的话 往往地方的政策优惠都倾向风景区 标准就是按照你是否平上4A5A 废庭大进平上来 你一旦要把它摘了 也发着利益相关错动复杂 所以这次你看国家旅游区 说44个A级风景区被摘开了 基本都是A2A3A 没有4A5A 为什么 真摘到这个风景区 那影响就大了 甚至呢 有些不知名的 A级2A3A的风景区呢 接着手配 他也不知道我们这 所以我说这活儿 要气得的话呢 旅游区应该召会相关的媒体 大张旗鼓的宣传 说我们摘了奶44家 必须得大张旗鼓 向社会宣传 让大家了解这个情况 那么其实很多人说 怎么这旅游局 这次很是我记得 老量观众界节目 以前做过呀 去年10月1号 这国家旅游法 就正式公布了 旅游法里对 刚才我说这种乱象 有着非常鲜明的 处理手段和规定 很细这一部旅游法 而这旅游法出台之后 确实很大程度上 旅游市场的乱象 有所熟练 但是为什么我说 没有能够做到 就是现在各个旅游市场 都彻底把乱象清除呢 要如果做到了 国家旅游局也不至于 今天4月2号 出台这么一个重手 这是为什么 不在立法 立法很细 咱都规定怎么处罚 很细 就在执法 因为你执法是要 依赖地方政府机构去执法 执法过程当中 执法不严 选择性执法 照顾这个 不照顾那个 熟着这个 不熟着那个 造成这个旅游法 在很多地方执行不下去 所以其实 根本用不着国家旅游局 用行政手段出众手 一部旅游法 如果你严格执行 根本就不需要 行政手段再补充 现在依法治国的难点在哪 关键在于执法这个环境 你从旅游市场这乱象上 我们不难得出 这个 请不吝点赞地方